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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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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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同向的 同向的 看 我到同向的 在很多情况下 我们是同向的 比如说我是边路队员 我要下底 我要船中 我要下底 我进攻方向是这样 我要从边路突破 边线 下底 船中 防守队员 内侧防守 他会把我封打 他不会轻易把这个船中路线给我 那么我怎么突破他呢 这里面也有假动作 我要听球他要跟着来 就是里面又存在一个假停针带 看一看 演示一遍 大家看一看 我踩球了 你就速度放慢 跟 踩球 突破 这也是利用脚步的晃动 又使对方重心失去 最终 加上速度变化 突破对方的防线 好 同学们 假动作过人 是我们运球过人当中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这个 在我们这个练习当中 也占了非常大的一个比重 那么今天我们要领 我们在讲的时候一个关键因素 是利用自己的身体的晃动 或者腿部的晃动 又骗防守队员失去重心 然后选择另一个方向突破防守队员 来突破它 那么做的第一个练习 是利用腿部的晃动 腿部的晃动 向左侧晃动 向右侧推球 向左侧晃动 右侧推球 大家看一看 运球 突然降低中心晃动 往这边推球 来 中心的降低晃动 腿部的晃动 改变运球方向 那么先慢速的做一遍 我们可以把速度降慢一点做一遍 降慢的吧 把这动作先练习一遍 好 来 都有 把刚才这动作做一遍 好 运球 到这个晃动线 中间做一次动作 好 开始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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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有一点 中心降低变相 这个还要有明显的速度变化 可以把动作做慢一点 但是还有一个节奏的变化 好 来 再来 运球 做动作 很好 这个动作幅度要稍微大一点 落地之后蹬地 向另一个方向 运球 好 来 再做一遍 再做一遍 好 运球 基本上到我这平的时候 开始做这个动作 来 再来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很好 很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把这个动作做快一点 我们把这个动作做得稍微快一点 运球 慢慢靠拢防伤队员 运球 刚才要有一个节奏变化 我们下面来体会这个节奏变化 把动作做得快一点 慢慢靠拢防伤队员 突然晃动 突然腿部晃动 变相 运球 好 来 做一遍 到中间这个位置 跟我平行的位置 开始做动作 先是慢速运球 脚背怪退运 突然晃动 好 来 开始 很好 很好 注意身体中心的降低 身体中心的幅度 跨出去这个幅度的大小 要能蹬地变相 好 来 再来 很好 来 再做一遍 再做一遍 再一个来回 注意推出去之后 下一个衔接动作 还要往前 不要一直往侧面推球了 好 来 再做一遍 好 同学们 下一个练习 我们设置标筒 这个设置一个标筒 假响的防伤队员 这个假动作做的时机 离这个防伤队员有多远 来做这个动作 合适 应该是离这个标筒 一米五到两米的距离 做这个动作 合适 这个另外一个 还要注意节奏的变化 要慢 带球慢慢向 防伤队员靠拢 突然晃动 变相过人 这几个环节 一定要注意住 好 来 我们做一下试一试 好 大家都有 预备 起 降低重心 晃动 注意啊 几点突然性啊 降低重心 跨出去 反向 带球 好 再来一遍 一个一个来做 来 从那边同学第一个 行下平点开始啊 坐早了啊 行下平同学这个动作 离这个防伤队员有点远 坐早了啊 离这个标筒有点远啊 低头 注意观察 后面的衔接动作不够啊 这个后面的衔接 第二个衔接动作不够 来 低空间 速度变化不够明显 速度变化不够明显 来 上吧 很好 很好 来 嗯 很好 叶峰这个动作 推的太大了 往侧向推 衔接下一个衔接动作 就不够了 好 来 集体再做一遍 来 集体再做回来 做一遍 放动 推球 很好 很好 再做一遍 把刚才做的一些 不必要的错误动作 给纠正过来啊 来 再做一遍 第一个 行下平这儿 站立中心 突然性 好的 来 李涛 离防伤队员太远啊 离防伤队员太远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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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下面一个练习 我们怎么做 这个 运球 假动作过人 防守队员 加防守队员 消极防守 我们来体会一下 真正有防守队员 站在那的时候 你做动作的时机 和做动作的感觉是什么呀 还是一样 注意假动作 一定要假动作做出来 腿部的晃动和变相 突然性要有 越过对手 防守队员 我们一个一个来做 来一个一个来做 第一个 孙杨那儿开始 很好很好 来 很好 这个距离感觉非常好 来 再来一个 很好很好 离防守队员还是有点距离 有点远 来 再来一遍 回来再来一遍 好来 来 孙杨先做 注意防守队员的距离 这个距离比上次要好一点 来 突然性要有 速度变化要有 慢慢靠拢 慢慢靠拢 突然做 动作变化要有 这个离防守队员有点近的 很好很好 这个很好 来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我们再来一遍 从这边开始 下面先做 注意动作的时机 速度变化不过不是很明显 来 第二个 很好很好 来 很好很好 第二个衔接动 这个动作 动作都做出来了 衔接 衔接有点慢 来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好 从西洋宾这开始 上抢 防守队员 给他压力 防守队员要给他压力 来 第二个第二个 中心降低 给他压力 很好 很好 这次做得不错 这次做得不错 比前两次的感觉要好太多了 很好很好 来 回回 假动作过人 关键点 一个是 假动作要做出来 身体的晃动要有 另外一个 动作的突然性 动作的突然性 变相的突然性要有 好同学们 我们刚才做了练习 在这个练习过程当中 除了我们在讲脚背 强行突破当中的 实际不好之外 还有两个比较常见的错误 来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来 新海宾 小宝 作业演示 大家看一看 从这边开始 从这边开始 大家看一看 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看一看 看一看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大家看出来 问题出到什么地方了没有 假动作变化不明显 什么问题 刚才什么问题 假动作变化不明显 防动距离太小 叶峰讲得很好 这个 假动作 做假动作的幅度要有 要右 又使防守队员 又偏使防守队员重心移动 我做这个假动作 腿部的晃动 要让对方感觉 我就是要从这边突破 他才能去 失去重心去堵你的方向 运救方向 又使对方 这个失去重心 从另一个方向突破 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 一遍 速度变化不是很明显 一个速度下 速度变化不是很明显 那么速度变化不明显 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大家再看一看 我们刚才练习当中出现这种情况 来小宝跟那个谁 小宾再做一遍 速度变化不明显 刚才他们做的 除了这个假动作 这个动作不是很明显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速度变化不明显 要突然性 来再看一看 这个动作再看一看 速度变化不明显的情况 一个速度下来 不是非常明显 快速 好 再看一看 再看一遍 再看一看 还有一种情况 除了这个假动作 晃动不明显之外 还速一个速度下来 我们在做练习当中 一直给大家强调 一直给大家强调的一点 就是要有明显的速度变化 突然性要有 就是带球慢速了 靠拢防守队员 突然做动作 做假动作 又使对方的重心 向相反方向移动 那我在向相反方向运球 来越过对手 这是我们这个 在假动作过程当中 在初学当中 初学者当中 常见的错误动作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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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